少女吳嘉敏以前揚馬娟好 不過現在的她已經被毀容 下顎、頸及腿部都有多處疤痕 究竟發生什麼事令人傷逆轉呢? 這就要說回兩年前 吳嘉敏因為陪伴好友去到前度同居男友 亦案中被告劉正謙的住所執拾物品 劉正謙指責吳嘉敏教唆自己的女朋友離開她 於是將一組準備好的通渠水朝頭臨向對方 劉正謙的前女友及吳嘉敏當場都被灼傷 當年只有18歲的吳嘉敏 全身有7%被燒傷 臉部、左臂、頸及下肢都被灼傷 左眼眼角膜亦都灼傷 視力嚴重受損 還無法合眼及有肝癌症 經常失眠、發惡夢及抑鬱 而且有創傷後遺症 需要接受精神科治療 及要長期食抗抑鬱藥及安眠藥 至於被告的21歲姓蕭的前女友 全身1%被燒傷 主要是左臀及兩邊大腿 雖然傷勢不嚴重 但她亦有創傷後遺症 現年29歲的被告劉正謙 星期四承認兩項有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 而臨判腐蝕性液體罪 被重判入獄14年 法官職責被告的行為恐怖 明顯是有預謀犯案 要令吳嘉敏造成嚴重傷害 因為閉路電視影響 被告是向她的上半身臨撥腐役 又說被告令少女終身毀容 摧毀了對方一身 法官說判刑需要懲罰被告的邪惡行為 並要令市主得到安慰 單就傷害前女友的罪名 判監五年零四個月 傷害吳嘉敏就判監14年 兩罪同期執行 OwenTV到網電視新聞台報導